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72颗糖果,评分给8个人,每人可以得到几颗糖果 乙是有70颗糖果,评分给8个人,每个人可得到几颗糖果,剩下几颗 在引入处法执事算则时,若要让学童有使用处法执事算则的需求 哪些部体是合适的? A只有甲,B只有乙,C甲乙都合适 D甲乙都不合适 这一题测验的类别是属于数学教学与评量 主题是数语量中的整数处法 评量的目标是测验考生能否判断 处法执事算则部体的合适性 这一题看似简单,却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点 例如评分的意义 处法的基本概念 处法的执事算则 那当然还有包含这一题的处法的部体 那我们刚好借由这一题来跟各位一一的说明 请各位有一点耐心 首先我们来探讨评分的意义 在教科书中 通常对于评分会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第一种是采用比较严谨的意义 也就是说评分不但要每个人分一样多 而且要全部物件都分完 第二种是会比较宽松的意义 这个意义也就是大家一样多就好了 被评分物只要分到 无法再让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量 那不一定要分完 可留有余数 这是比较宽松的定义 那一般而言 如果题目没有特别的说明 我们通常会采用第一种定义来设计题目 也就是应该以全部分完为原则 在这个状况下 如果设计的情境物件是不可分割的离善量物件 离善量物件的话 例如花朵 弹珠 糖果 此时你在设计物件数量最好能够整除 但如果你设计的是可分割的连续量物件 例如蛋糕 汽水 缎带 它不一定需要整除 不过此时要留意一下 因为题目的答案 学生可能会走向分数或小数的内容范围 所以我们要请留意 好 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定义 也就是比较宽松的定义的话 则题干中最好加入 尽量分完 或者是每人最多分到几个 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来规范可以全部分完 或分到余数比除数小就可以了 这个情况下其实应该要以离善量的物件为主 例如今天有37朵花 平分给五个人 则每个人最多可分到几朵花 还剩下多少朵 如果我把题目改成 有37盒蛋糕 平分给五人 则每人可分到几盒蛋糕 因为蛋糕是可以继续再分的连续量 则学生回答七又五分之二和蛋糕 这个也是合理的答案 那就可能达不到我们原来老师想要测验的目标 其实你从上面这两个来看 如果采用的是不可分割的离善量物件 其实就算题目没有指出尽量分完 或者是最多可以分几个这些字眼 甚至于连问剩下多少都没有 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有余数的分法 例如最下面的这个例子 有37颗蛋糕 平分给五人 每人可分到几颗蛋糕 其实这样子的分法 即便没有最多分几个 或者是剩下几个 由于蛋糕是不能切割的 所以它最多还是能够分到每人七颗 之后剩下两颗 还是得剩下来 这个请不提者需留意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除法的基本概念 除法在语意结构上 一大致可分为等分除跟包含除两类 包含除我们又可以称为分装除 等分除呢 一般是来自评分问题 那由于是评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除数会是整数 例如我们看这个问题 小明有35颗蛋糕 平分成五核 每核最多可装几颗蛋糕 这是一个等分除的除法问题 这类的问题 其实可以把除法定义为 总量和单位数已知 然后来求单位量的除法问题 包含除呢 其实是一种雷减的问题 这类的问题 例如小明有35颗蛋糕 每五颗装成一盒 则最多可装成几盒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 35每五颗装一盒 就是减五减五减五 最多可以减几次 这类的问题 其实可以把除法问题 想成是总量跟单位量已知 然后去求单位数的问题 单位量跟单位数的这两个词 其实意义很接近 所以很容易造成混淆 请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大底上你可以把它想成说 单位量可以把它想成说 一个单位中包含多少量 那单位数把它想成 有几个单位 这个有点像我们 以前在填那个收据的时候 那个单位数会填我们买几个 买几个那个单位 那每个多少钱 那当然就是指单位量 那如果从这样的定义来看 如果是有余数的除法 一般来讲会以包含除 就是分装除作为情境设计 会比等分除更为适当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掉 要不要全部分完的评分问题 那有关等分除跟包含除 我们未来会有另外有做影片来做分析说明 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除法 直视算则记录的这个问题 直视算则其实是除法非常重要的计算方式 也是教学经常遇到的困难 要理解它的意义必须要回到原来的提议 我想会更好一点 我们举例来说 有37朵花平分给5人 每人最多可分到几朵花 还剩下多少朵 这个除法列式当然是37除以5 但是在直视记录时 我们要估伤得到伤为7 然后用5乘7得到35 再利用37减35会得到余数2 各位可能会留意到 直视算则其实是利用乘法 跟减法来进行除法的运算 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们是利用乘法跟减法来进行除法的计算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除法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点是这个沽伤 直视算则在计算数字很大的除法的时候 会很方便的原因就是 它的沽伤的时候 当你没有办法一次 尤其在超过99乘法表的范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一次把伤给沽出来 这时候我们分开记录 其实对学生来讲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这时候不管是包含除或等分除 都是在数字很大的时候 其实都很适合做直视算则的引入 但如果数字不大时呢 其实这时候有余数的直视算则会更有需求 原因就是如果他没有余数 是一个整除的话 那他很可能在引入除法算则的时候 他可能会认为我用99乘法表就可以解决了 或用乘除忽逆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会让他感觉到没有必须要进行除法算则的需求 那最后我们来回到这一题的部题 我们来看一下再看一次这个题目 假有72颗糖果 已有70颗糖果 都是平分给八个人 就语义来讲 他们都是等分除的语义 两者不同的是 一个是整除 一个没有整除 但我们刚刚有讲过 由于糖果是不可分割的物件 就评分来讲 即便没有办法整除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最多分几个 剩下几个 所以这两个题目都没有问题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考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 哪个会让儿童有使用除法执事算则的需求 那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在除法算则的启蒙教学 处理有余数的问题情境 会更有需求 当然这题这里并没有代表说 整除就不适合用直式 只是因为假 他除了是整除之外 他的数字情境 其实还是在999乘法表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很容易透过乘除互逆 得到答案 例如他们知道8乘以9 9872 或是9乘以8 9872 所以他这一题 直接就可以用口诀来直接得到答案 那不需要用直式算则来进行计算 所以但是乙呢 因为他有余数 即便数字很小 他都必须要透过估商 然后相减之后得到余数 所以就除法直式的需求来讲 乙会比假更适合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选乙 所以这一题我们答案选B 只有乙 只有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株 颁星 大家